40. 東方日報 手帶訴訟Niket賠1,800萬 2015年7月26日國際A27 本部綜合報導 美國運動品牌Niket的運動智能手帶Niket加Fuel Band 被指其健康監察功能與宣傳不符 兩年前與有份售賣手帶的蘋果公司捲入集體訴訟 近日探見禍界,Niket願意向股客賠償240萬美元 蘋果公司則無需負責任何訴訟費 功能與宣傳不符液告科技網站 訴訟指該手帶聲稱可準確量當用戶燃燒多少卡路里 又可作計部器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而蘋果公司過去一直與Niket合作 開發與健康相關的硬件及軟件 原告人指兩家公司在知識功能未進完線下 仍對外銷售此手帶 有誤導公眾之嫌 蘋果公司今年3月此停售手帶 原告人與兩家公司在今年6月達成和解協議 Nike願意向在2012年1月19日至2015年6月17日 在美國及波多黎國Nike商店 或於其網上商店購買手帶的顧客 可獲約110港元的賠償或約195港元的禮品卡 並以於上週五向攝氏客戶發出通知 並以於上週五向攝氏客戶發出通知 你在問人家農地匯賣不知